大家好,我是芊芊 看我这一盆丘利 现在长得特别好 看冒了很多的小头 这个当初有三公分左右的砍头苗买回来的 经过差不多一年的生长 它已经长了满满的一大盆 然后这一棵也是从原始的里面断了这条 我给它扦插在盆里面的 才扦插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它现在也开始爆出新的小头来了 今天来分享一下我们如何叶叉丘利 其实丘利它下面我们挑选 就是这种叶片比较健康的下面的叶片 因为我们这样子撸掉下面的叶片 它会从它的脑杆子上面爆发很多新的小头出来 这样子就可以促使它爆发新的头 然后我们又可以通过叶叉获得更多的丘利 丘利它的叶片比较好取 我们就稍微这样子弄一下 它就下来了 我们不要破坏到它的芽点 叶叉第一步就是不要破坏它的芽点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直接放在这个说声透气的 富含腐质质的这个土壤里面 如果我们想要叶叉苗长得好好 不要给它配太多的颗粒 一定要富含腐质质的 这样子就摆在这边等待它的发芽 它发芽是很快的 基本上如果我们气温稳定在10度到20度的气温区间呢 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 它就会长根 然后爆发新的侧枝出来 然后就这样子 丘利呢它也是比较容易上颜色的 当我们早晚温差大于15度以上的话 光照比较充足的时候呢 它是很容易出状态的 但是它也有一个特点 就是当我们温差不是很明显的时候 如果没有什么光照呢 它也很容易褪色 我是喜欢氧化种菜的亲切 如果喜欢我记得点赞收藏转发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